好,我們今天要錄奧斯卡伯伯的第三本書 第三本就我去學校嘛 對,我為什麼要上學 為什麼我要大學 你有沒有想過你為什麼要上學 因為要教我 教你什麼 你去學校都去幹嘛 自己 當好無聊 有一些會玩遊戲 然後呢 如果當面有那個 是要讓我講話 就說 好想給你聽啦 就說 大風推的嘛 他就會請個人 如果請他的話 就會說 沒有,他會歐納一虎的 會怎麼打 怎麼打都可以 嗯哼 然後你們就會 好 就會 如果有的人就會 跑跑跑 然後念的人來追他 看多少道得 對 了解 所以你們在學校玩遊戲 是嗎 對 不過是大明眼老師的課 那還有呢 大禮拜我們還有五花龍船 喔厲害喔 那你們在哪有花 是用紙做的 假裝喔 沒有 是用紙做的 紙 然後呢 做什麼 做龍船 對 KK等等做下去喔 哇 這個厲害 所以 那你去學校到底是幹嘛 你有學到東西嗎 還是玩遊戲 不講啦 樂樂啊 他又問問題 然後呢 我發現啊 這三套書 還沒看到第四本嗎 對不對 第三 就是那個樂樂都會喜歡問一個人 像第一本 他就問了媽媽 他為什麼存在 第二本他問了爸爸 為什麼愛他 第三本呢 他上學 所以他問誰 老師 對 他今天到校門口的時候 他就問老師 老師老師我為什麼要上學 那媽媽呢 他在家裡啊 老師老師我為什麼要上學 哇 老師第一時間被這個問題嚇到 他想不到為什麼 然後呢 趕快說 小朋友你趕快進教室吧 所以就沒有回答到這個問題 然後呢 所以 樂樂的 寵物叫什麼名字 爸爸 絲絲啦 絲絲 絲絲又帶著他去問很多東西 絲絲爸爸 對 去問很多東西說 你為什麼要來上學 你有想過什麼東西 跟你一樣在學校都會出現嗎 蘋果 蘋果 蘋果不會出現啦 蘋果就出現在餐桌上 比如說 書本 他也來上學了 頭髮 頭髮 頭髮是你自己的啦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書本要來上學 衣服 好 反正 孫樂就去問了很多的人 可是有趣的是 他問了誰 他問了校中 你為什麼要來上學 他還問了同學 對 是他的同學嗎 可是每個人都沒有給他應該要有的答案 所以 你知道嗎 回答問題 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必須要先能夠讀懂別人的問題是什麼 那要抓住別人的問題最重要就是要聽懂他主族是什麼 聽爸爸 好 那我問你 我問你寶寶就亂了 有差嗎 反正你只要聽懂才重點 所以最後 下課的時間 他終於 又遇到了早上的老師 老師說他想清楚 為什麼 你要來上學了 我覺得這個答案很妙喔 我很喜歡 這一集最後老師給的答案 嗯 媽媽 你要說什麼 為什麼他 在講 他去問了別的東西 他為什麼去問了別的東西 因為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所以他就跟很多人去請教 很多東西去請教 他相信他們能夠告訴他 為什麼要來學校這件事情 不只老師可以回答他 很多人都可以回答他 最後老師回答他囉 我告訴你這一集 我非常喜歡老師回答他的答案 老師說什麼 嗯 已經回答了我正答案 不是啦 老師說 你來學校就是要學會問問題 又問寶寶 跟尋找答案 你不覺得很妙嗎 又好寶寶 又好寶寶 好啦好啦我告訴你 我們要問觀眾一個問題 有什麼問題 這樣才可以送書 所以你想要問觀眾什麼問題 嗯 OK 呃 這個你答這就會有毒 對啊 答得掉創意就會有毒 你趕快問一個問題 嗯 你可以問他們家的問題嗎 他們家 不行 我們的觀眾很多元 嗯 我來問好了 我來問說 你覺得你為什麼要去上學 我們來看看 其他人覺得 呃 為什麼要去上學 有沒有一些有趣特殊的答案 好不好 我知道的人 我們會選一本毒洞給你喔 對 請在FB上面留言 我們會選出最有創意的 我們來跟大家說拜拜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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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創意的喔 好好好 而且抽一下 反正喔 反正有哪個禮物喔 沒有吧 有 真的嗎 那是你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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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